受到疫情的冲击提供身心障碍者就业机会的花莲黎明庇护工厂 营收只剩下两成 今年工厂特别以在地农产制作了酸甜苦辣四味的手工饼干 甘心礼盒 象征身心障碍员工一路心路的历程 也期盼这一波即将到来的中秋节 能够拉抬买气维持工厂的运作 让员工能够稳定的就业 花莲黎明庇护工厂于民国98年成立 提供身心障碍者就业机会 目前三个据点依照庇护员工状况 引导从事洗衣烘焙等工作 黎明庇护工厂目前有超过30名身心障碍员工 一年所需经费超过千万元 除了仰赖各界爱心 且借礼和销售成为主要收入来源 今年受疫情影响 5月开始取消行脚接卖工作 到了7月整个月营收 只剩往年的两成 幸好疫情趋缓 中秋订单如同及时雨 让员工在艰困中看到曙光 接待量达往年八成 期盼持续拉抬稳定收入 因为从5月底开始 连我们行脚是我们并物工厂最主要的 烘焙的主要的一个 就是我们例行应该要做的一些贩售的部分 可是连行脚我们都没有办法出去了 同时确实对我们打击非常大 光是在7月份我们整体的营收就 整体来讲就有到两成左右 那真的是对我们来讲打击非常大 那我们也是要自力更生 那我们也需要能够更多可以贩售 那所以在8月的同时确实 中秋礼盒的订购确实是我们 真的是一个算是一个干领吧 就是让我们感受到这样的一个 非常棒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回馈的部分 那我们还希望能够继续支持我们 黎明中出礼盒今年共5款 售价298元到650元 有蛋黄酥 凤梨酥各式手工饼干等 其中新推出的手工饼干干心礼盒 包含洛神马德莲 牛奶坚果 山苦瓜 还有起司红椒 酸的部分就是用洛神 洛神去在地的洛神去制作出来的 洛神马德莲的一个蛋糕类的部分 那它的有效期限只有7天而已 所以基本上我们针对这样的一个产品的部分 我们在告知消费者的同时 我们就告知它的有效期限的部分 那酸甜的部分就是我们的牛奶饼干 这是我们自己的纯手工 还蛮受欢迎的一个饼干 那酸甜苦的部分就是 我们也是用在地的山谷瓜粉 去制作出来的一个山谷瓜饼干 黑糖山谷瓜饼干 那它这个也是我们在研发的过程当中 也经历过很多的一些失败的一些累积 所以才会阐述这样的一个非常 让大家很惊艳的一个饼干类别别于一般 只有甜的这样的印象 那辣的部分只是一个象征性 就是我们手工饼干当中 也是咸类的代表性 就是红椒起司饼干的部分 那这款也是还蛮受消费者的喜爱 所以我们把这一款就是在今年退出最 所以算是应该是比较比一般不同 也有象征性的一个礼盒 中处任表示 甘心礼盒酸甜苦辣四种口味 象征投入庇护工厂的身心障碍员工 一路走来努力自立的各种心情 欢迎民众踊跃订购 请驾华联黎明庇护工厂 038-460-527 接着长帮彦华联系报导